大家好,又是中秋了 今年吃什麼月餅好呢? 不如試一下我們這款香港製造的奶黃月餅吧 除了充滿香港特色的包裝之外 味道還是超級特別的茶味 一層傳統奶黃月餅那種很膩的感覺 還有分四件和八件裝 還快點行動? 即日開始接受月餅 今夜出沒 今次有大過手掌的白花菇 和平通家的竹身 大家記得留意7月11號晚8點到10點的大貨直播 到時還有神秘優惠 到時見 但非常瘋了 有一陣子 小弟真是慚愧 原來稀土是被名字騙了 被鄧小平騙了 因為鄧小平當年那句話 是什麼? 那句說話就是中東有石油 中國有稀土 接著大家信以為真 再加上有金燦明 哇這種洗腦真的沒得住 金燦明說我們打稀土戰 我們禁運稀土 不要讓他們斷絕 即是說西方國家這些高科技之路 因為稀土是做電子零件 或者一些軍工 企業的一個原料來的 用到很少量 但是都是需要的 為什麼我這麼緊張 因為過去做節目我都會提 就是我的認知出了問題 就是我年輕 我經常說年輕 其實已經幾十年了 自己真的很老 那時候在澳門 澳門就是一條草堆街 在港興旁邊 就是一間就是 買一些影音器 很小的地方 我不記得叫什麼名字 那老闆姓陳 他本身是香港人 那樣呢 他就說他做些稀土出口 那樣東西 那我就問 稀土做什麼的 那個電視屏幕 那時候當然不是已經看電視 就是最原始那些 那我就放了一個心 那有一天 我做大陸生意開始 也認識到清遠 袁潭鎮的鎮長 和書記 潘鎮長和潘宵記 原來在清遠都一樣有稀土出 那我就說 喂 可不可以如果做貿易出口 可以不可以 跟著他就跟我說 說這些不行 稀土 是中國呢 有限制的 那在我心目中 就落了這條這樣的 釘 就是說 稀土是很稀有的 是一些 一些高科技的必需品 而中國是拿著的 結果 土耳其一單資料來源 立刻 令到中國小粉紅群起義工 就說他發現了 六億九千噸 的稀土穩藏量 跟著中國就已經說了 不是 稀土穩藏量 是稀土礦石 你還要提煉的話 沒有那麼多的 沒有那麼多的 我們中國最大 原來 稀土一詞 是在2010年興起 當時的中國對日本 大打稀土派 限制出口17種稀土 令很多人 以為這17種化學元素 就代表了是稀土 實際不止的 但是也都認為 令到很多人有認識 事隔了12年之後 稀土議題 就因為土耳其一石 激起千重量 看回原來稀土並不是稀有的 是世界都 全球都有的 現在 不計土耳其 不計土耳其 現在發現的六億九千噸 的稀土礦 不計他 事實上現在 的運藏量是足夠 美國使用3157年 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統計 全球已知 有1億2千萬噸 1億2千噸的稀土運藏量 以每年用3萬8千噸 來計 足足可以用3千年 中國每年生產14萬噸稀土 以及4千4百萬噸的運藏量 均裂世界第一 但是生產的數量已經是超出了全球的使用量 而後來就是美國和緬甸 美國平均一年生產3萬8千噸 就是美國生產的已經可以自給自足 而緬甸是3萬噸 這個就是現實 就以最新的公布 印度的稀土量是5.96% 佔有全世界 俄羅斯是10.36% 巴西是18.13% 土耳其只不過是0.6% 而中國是37.99% 就是越南就是18.99% 事實上中國的出口和生產量 都是佔3成多 並不是外面說得那麼緊張 和中國圈掩得那麼重要 就是稀土隨時可以截停你 事實上 稀土的用途 就是好像金屬合金 最主要是用這些電池鋼鐵 磁性元素 用電腦的hard disk 汽車零件 好像你要拋光汽車 那就要防UV的玻璃 X光機 稀土吹化劑 用來做原油提煉化工 輪光體就是LCD機 就是電視屏幕 接著玻璃也都需要的 而真真正正 陶瓷電容的也都有 有用稀土的 而更重要一點 關鍵物料擔當 是用得最多的 就是F-35戰機 他一部戰機是需要417公斤的稀土 驅逐艦 就要200噸 其實不是 是200公斤 一噸都不夠 只不過真真正正用得最多的 半噸都不夠的就是F-35 如果普通的戰鬥機 是不需要用這麼多 即使核動力潛艇都是400公斤的 而美國進口稀土量 2019年是2萬8千噸 牽涉的就是1億6千萬美金 2020年是3萬8千噸 是牽涉的 因為跌了1億1千萬噸 而更加重要的就是 你看稀土的價值 在這10年裏面 是腰斬了一半 就是說 10年前2012年的時候 炒化稀土多麼重要 那時候的稀土價格 如果是100元美金的話 現在跌到50元美金 如果大家真的聽稀土這個字 哇 哇 有得炒啊 那那聲 就是說 買定期權啊 買定這些 就是資源股票的話 真的 跌到媽媽都不認得 節目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Like、追蹤、Share、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比賽 代表安天娜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 burned demand 評別 成功 門 分 成功 砧